車渠背淨化當然是放在神壇那裏 如果你沒有神壇 你過來吧 這些全部都會做完事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資訊 請訂閱我的頻道和按這個小鈴鐺 追蹤通知我每天會準時12點和你見面 今天講一下佛教七寶之一 車渠 車渠可能大家都是陌生一些 未聽過 其實很有它的功效 有什麽功效呢 辟邪和你帶去安定神靈 譬如我修恨或者修佛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帶上去幫到他 幫到他入定 靜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或者是做了一些誤會了消耻淨化的方式 我和大家講一講糾正 首先如果你買回來 消耻淨化是什麽呢 一般我常講用可鹽 放上去鹽 千萬不要 可鹽本身是什麽 它是水分 如果遇到水分 是會脆弱的 一般來說 是否用鼠尾草煙燻它 如果煙燻多 一次半次可能沒事 多 它會變色的 如果日光發更加不適宜 太陽照為什麽呢 如果太陽照它 它會老化 因為它的密度只有三度 就比較柔軟 那應該要怎樣做呢 其實很簡單 一開始我已經講佛教七步 當然是播佛經給它 例如心經 六字大明咒 大悲咒 這些都可以 或者你自己練都可以 例如你拿著 例如念佛 歐麥啤麥康 或者阿里陀佛 都可以得到淨化和消耻 它有一種是淨色的 白色的 很多人都可以用來念佛的 亦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本人喜歡這個叫金絲種 有些黃色的 帶帶下的黃色就越大越滋潤 所以大家消耻方面要留意 不要搞錯了 如果你真的用得好 可以幫你安定神明